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飞赞为您带来的全皇子8C实况段 也说由一币的八神越队而比特灯神 看一下双方精彩的对决 这把不是主机抢三 双方一逐两万 那这样的话既看运气 也看实力 看一下这把抢三的比赛 开局是七加射对战拉尔夫 看这把精彩的对决 灯神这杯有点特殊 毕竟灯神用的是EX模式 所以说所有颜色都用EX模式 所以对于灯神来讲 不单单要看运气 看角色强度如何 更要看这个角色 适不适合EX模式 这波立下确认一波 来 看一下伤害如何 星暴过来继续 宇宙欢迎 走 哇 这波难道一套带走吗 感觉是有点难咯 来一下BJB 哇 这波真的是一套带走吗 哎哟 咱们有一套带走 但是BJB取身上赌一套伤龙拳 可以 看一下BJB有二发出场的夏二美 当然你想叫他夏二美也可以 虾逼一点 哎哟 这波什么情况 有点失误哟 没关系 灵场缺反 这也是缺反了 这一点显然肯定是要带邓神走的 邓神 对吧 无论他用的什么角色 只要他用的是EX模式 他的血条闪动的一瞬间你就不要流气 你留一格气 你很有可能你的血就直接没了 对吧 大家懂得都懂啊 灯神这绝对是定时杀胎 说不定杀就爆了 好 这波还想站中选择 直接被BJB抢抢一个指定头 OK 超杀过来 还想责 但简直被香龙顶开 哇 双方在随机到的角色 打起来还是比较奔放的 什么招都会出 来 跳CD乱动 下次确认 好 带走 我的礼物啊 那看下灯神最后一手底的板机梁来了 极限流啊 哎哟 这不溜逼 不交强返吗 真的不交吗 灯神 哦 好像真的不交 从血涛闪动再交是吧 哦 血涛闪动了 灯神的表演时间 跳CD 但是没有继续连断 来 清交强确认 哦 这波来了 直接攻中迈克斯超被杀龙虎乱舞 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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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带走 很稳健啊 8 这个灯神 灯神这套打法就让我想起 那个DNF 就是地下成为勇士的狂战士 红眼 知道吗 血越少越暴躁 来 跳CD打康 看一下这个霸神怎么说 下中嘴 赌命了这一下子 公众确认 超杀之队 八神越还不交强反吗 不交强反 哎呦 这发布 哦 好 强抓 天堂之眼 灯神也交强反 八神越也紧跟着强反 好家伙 八神越现在留着强反 反灯神的强反 哇 Jesus 比分1比0 这个有点帅气啊 八神也表示这波我在大气层 他知道灯神 有着强反肯定是要打灯石打法 这边灯神运气不错 随机到罗伯特 但是八神这边运气也不错 随机到了克里斯 还有这个板击良 那板击良基本很难有作为 但是看一下克里斯发挥吧 对吧 你毕竟面对的是灯神 克里斯像 漂亮 这手后刹耗之间 天道也 车刹直接怼 战定队确认后刹 再来一个 没有继续 而是选择往板边推进 战轻脚风位 跳中水接空 你看八神越打了这么多年的克里斯 但这波后刹被预判到了 直接被拉后的灯神 反打一套 而且这边灯神竟然选择了ADV模式 这我是真的没想到 上条 抬走 超杀伤龙腿 很稳健 那看一下灯神二发出场的罗伯特 让我们看一下灯神的ADV模式版体弹 还像不像之前那样 对吧 令人恐怖 下帝单点确认 这应该是抬走的 跳中水地斩裂腿 物资还有龙虎乱舞 这灵气木鸭到极限 磁血也要带个烧杀 可以的 看一下八神又二发出场的板击梁 最强之龙最强之虎啊 好 逆强反航头来看一下这波 哎呀好 这个生龙骗出来了 跳水地 这波怎么做 先来看Max烧杀 飞燕疾风吊 后跳水地 哇 这一手后小跳水地好笑 哎 空中还能继续 哇 这波是一套石鸽的操作嘛 暴击连呢 还剩一丝血 哇 Jesus 这一波空中变鬼 直接也是预判到了八神月起身的生龙 哎呀 八神月最后一个手底的暴走八神 直接选择暴击 但这波想下轻角直接被这个大影跳 中拳 对测到 但是没关系小跳C的正力 这个真的是应该猜的 是吧 暴击八神的小泳和百分之后 还有小跳中拳的速度 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哎 天堂之言逆向 葵花旗也运八只女吗 哎 来 用枪翻已经消了 对吧 还是暴击角色 不值当冒这个险 看一下灯神最后一个手底的板气梁 但这把他的板气梁是ADV模式 那相对于 DS模式的话 八神月就能放开手脚了呀 葵花旗也 葵花旗也 葵花三是八只女 这波看怎么说 还连吗 再来天堂之言 灯神怎么还不交枪盘 这可是ADV模式啊 好吧 看来是想稳稳吃下去 不伤害 但这个生龙 哎呀 自己的这个枪盘也被大声龙对色到 难受啊 葵花三是 哇 再说个黑光 一分二比零 看来灯神这手ADV模式 这手神主牌 一旦自己给丢弃掉的话 对于八神月来讲 那相当于你自己 自费一臂啊 自费武功 ADV模式 如果说你用普通角色 想打包的角色实在太难了 各种意义上的 看下这边八神月的柴州 对战安迪 灯神这把回归的EX模式 哎 给我打地 哦 生龙消杀可以接受 过不过来想溜逼中断 哎呀 这个灯神反应还非常快的 但这把想高跳着 被生龙挺开 双方位置呼唤 这边灯神的板边压制套路 但是八神月找起疑了呀 哦 又是生龙 哇 八神月好暴躁 这不应该是抬走了 地头 哇 那看一下八神月 而发出场的角色 威斯 威斯八神月还是非常熟悉的 毕竟是八神队的 哎 罗AB躲过生龙 来 拉面积开始了 要是地空中镰刀腿继续 哦 又是罗AB躲过生龙 哇 八神月有点懂啊 就知道灯神起身 想搞事 超杀直接怼 开走 哦 还剩一丝血 哦 没有任何机会 直接无伤带走啊 我们看一下灯神 二发出场卢卡尔 而且是Boss卢卡尔 开始直接选择集气 但这位小跳CD打乱动 哦呦 这个 EX魔术独卡尔速度好快 直接集气击刀满 现在是七草伞中的状态 但直接废弃就过来 强吸一波拉面 哎 看一下 刚才很细节 又用战CD双方呼唤位置 然后用超杀 把这个卢卡尔再 搬回半边 跳CD 卢卡尔残血 血条伞中 来了 机会走 跳CD 来吧 两边搬运 哈哈哈哈 再来 小杀CD 再来一波 再来打到一个弹 直接收掉 我错了 看一下八神 最后一个收队的暴徒八神 双方都是 拥有大射之力的人 可能八神更加猛一些 5发30 带走了 贼花行月银 那看来 灯神最后一个 手队的暴徒两 对吧 是大蛇一族的血脉 你这些肉体团胎 怎么能扛得住呢 拔神一族 可是以削减 自己寿命为代价 才能继承大蛇血脉 哦 这波强打 圣龙怼 贼花摸 但是没有继续连断 没有关系 大影跳过来 直接点下盘 那这个灯神 肯定是要将 好吧 还不交强盘 现在灯神还是准备 等待自己血条 闪动的一瞬间 但是八十月 何尝不知道呢 哦 逆强 没有责重 跑刷 灯神抢反 赶紧交出来 但是这个连段失误了 哎呀 大家就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可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